今天繼上次由漢高祖劉邦講到呂後第一、二節 今天第三節就是講孝文帝、孝景帝 歷史稱為文景之治的發展 《史記評準書》裏面是這樣說的 知孝文時,孝文是孝文帝 留意在漢朝皇帝言必稱孝 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 就算去到後來,哀帝也是孝哀帝、孝孫帝這些情況 為什麼呢?因為漢朝是以孝治國的 強調只要你是孝順 選官員也是有機會選到你進去 所以選官員制度有一個叫孝廉制度 其實這個原理,現代人不太明白為什麼孝順可以做官 其實你要明白在古代秦朝以來有所謂的連坐法 如果你是一個真正孝順的人 你是不敢做官之後作奸犯科 原因是為什麼呢?因為一家犯法就同罪連諸 有機會連累你父母 所以真正孝順的人就不會作奸犯科 這就是漢朝皇帝所想的事情 所以他提倡以孝治國就是這個意思 甚至乎一本很有名的書 就是《孝經》 都在這個時期成為國家的經典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回到經濟史 甲前益多 益字在古文是為什麼呢? 益者益真也 但你看到古文有一個益字 就是解釋增加的意思 留意一下 這個甲前就是一些低質素的銅錢 是越來越多 輕 就不夠成色的 即是印出來之後 譬如說那個錢是五兩錢 但結果印出來只有三兩 這個自然會產生了一個很嚴重的折舊情況 導致貨幣貶值很嚴重 因為政府沒有一個統一的官方貨幣 是保證的質素 結果那些人是亂印印得很離譜 然後政府當時想了一件事 乃跟著四珠錢 就改了一件事 就是政府官方發行一個貨幣 叫四珠錢 從此令到貨幣流通 是統一的 是不會太古靈精怪的 然後在四珠錢上面寫著半兩 又叫做半兩錢 當時出現了中國最早期的一個這樣的形狀的銅錢 就出現了 那為什麼銅錢是中間一個正方形呢 有很多人都問我這個問題 那你要明白 如果一個銅錢中間不是正方形 是圓形的話 就出現一個很嚴重的情況 就是你穿條線下去的時候 那個銅錢會搞來搞去 滾動就會出現了 這個圓形的洞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即是磨蝕了 那你就自然會令到銅錢會折舊 會貶直 所以用正方形呢 它就不是穿線的 是穿一顆木下去 一顆正方的木就穿下去 那你穿下去的時候 那顆木跟正方形的尺寸 是剛剛好配合的 不會令到不斷地磨蝕 所以古人的智慧其實是很高的 很早期已經想了怎樣可以防止貨幣 自我貶值那個嚴重的經濟問題 如果不是的話 即是你很無辜的嘛 你無端端的錢又蝕一點 錢又蝕一點 導致你的經濟的貶值是越來越厲害 然後同時間 文帝又考慮了另一件事 因為當時在 漢朝在到現在二十幾年 根本上經濟是未恢復的 人口是未恢復的 所以你利用官方的經濟力量去開發那些銅礦 是不夠人手的 所以它就是斑令 人民可以自己找銅礦 自己去掘 就不需要用許諮詢去掘 因為如果你有許諮詢又有許諮詢 你會令人民又不去做這件事 其次政府也不夠人手自己去掘 所以它容許人民 這個令人民駐前 有些人又不明白 是不是每一個人可以自己做銀行 可以發抄 那不是的 它的意思就是容許人民 自己去山林池澤去掘銅礦 其實它的意思就是這樣 然後故吳諸侯也 吳是甚麼呢 是所謂的吳國 在漢高祖劉邦本身封了很多異性諸侯王 大家最有名的是韓信 應報情報這些人 後來一一復諸之後 漢高祖劉邦就說有八馬之盟 非流性為王,天下人共激之 所以這個吳王就是流性王 所以他也是自己開作山前 開山就是穩抗 自己駐前 這個怎麼讀呢 傅劣天子 這個就是讀劣 你看他的大戲 說那個關公劣鬍 劣就是摸一摸鬍 其實這個劣字 在這個古文是指等同的 傅劣天子 即是說吳王 他的錢 他的身家 是等同同天子 是差不多的 所以這個字是讀劣字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其後 朱耳 朱就是甚麼呢 我們香港人保留了很多古文 即是朱資 朱資就是最後 所以古文的朱是解最後的意思 所以作文的時候 我們不妨都可以用這個做書寫 不過很可惜 香港的教師 中文教師 經常覺得普通話是高級的 所以如果你寫朱資這個字 他會說你口語 不捨得 下次如果你是中學生 就拿著這個史記去 喂 司馬遷都用朱 你說這個口語 你有沒有搞錯 所以我們現在經常用朱資朱資 朱資 根本是春秋戰國的時期 已經很流行用了 所以其後朱以叛逆 他最後終於 都造反了 這個是所謂的 景帝時期 吳楚七國之亂 好 這裡是一部分 就是註前的背景 然後第二部分 鄧通 鄧通是甚麼人呢 鄧通就是 鄧通是康文帝的一個弄神 弄神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陪他玩的 如果你看到金庸 錄鼎記裡面 他有一句就說 韋小寶就是康熙的弄神 即是從小陪他玩 玩到大 那他是否機的呢 歷史上有些人懷疑 鄧通和鄧通是搞機的 那這個是否機 我就不知道 但是鄧通對他的重訊 是厲害到不得了 話說當時的丞相 陶申家 有兩次想殺鄧通 殺鄧通的原因 有一次就是 鄧通就站在文帝的旁邊 然後 這件事就很生氣 這個陶申家丞相 為什麼呢 因為不能夠站在皇帝旁邊 和他平排和水平線地站 如果你水平線和皇帝這樣站 這個是大不敬的 然後他召見了鄧通去他丞相府 就說 通者小臣也氣殿上 暫之 就說 鄧通這些小臣 很低級的 是不可以站在殿上面的 除非你是太監 太監就可以服侍皇帝站在旁邊 否則大臣 你要想像一下這個環境 就是皇帝坐在上面 大臣是要在下面的 在樓梯 很多級樓梯下面的 所以他就打算殺他 結果皇帝 文帝 就盤算了這件事 然後派了那個 太監進去 成相府 救回鄧通出來 所以由此可見 鄧通這個人 就是相當受到皇帝的重訊 大夫也 他只不過是一個官 讀書人 以朱前 竟然以一個普通的官員 很低級中層的官員 以朱前 他自己可以發行貨幣 過王者 連吳王 剛才說吳王都負劣天子 跟天子差不多等級 這個鄧通 他竟然的錢 是比皇帝的錢 留意 這個天子 就不理解國家 因為在漢朝 國家的錢 和天子的錢 是分了公 所以在三公九卿裏面 有一部分的錢 專門進入了天子的庫房 天子就不是很多錢 國家當然有很多錢 我們不要以為一個諸侯 一個鄧通的錢 都是國家 這個講法是錯的 在古人裏面 已經是有天子國家分裁的概念 所以在三公九卿裏面 有一個卿 專門管天子的錢 而一個卿 專門管國家的錢 這裏是大夫也 鄧視前布天下 這個布是指騙布天下 騙布就是周圍都是流通的 證明它有很多 而駐前之禁新煙 自此之後 民帝又覺得不對勁 就立了駐前之禁 即是禁止民間亂發行貨幣 因為你不斷發行貨幣 剛才又回到情況 又會輕 那些民間的貨幣 始終的成色 可能是混了一些古靈精怪的金屬 其一 其二 就是重量又騙人 所以 民帝的時期就發生了這件事 同一時間有第二件事很重要 這個民警的時期 就是匈奴掃侵北邊 匈奴掃侵北邊 匈奴掃侵北邊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匈奴人幾次入侵中國的邊境 你有留意到我們讀中國歷史 經常不明白兇奴、揭丹 或者特決 他們打中國是什麼事 他們是不會佔領中國的領土 因為對他們來說 他們人口只有二、三十萬人 你佔領一個數千萬人的領土 這個歷史上僅僅只有元朝和清朝能夠做到 所以他們基本上是掠邊 就是劫掠的 因為他們的物資是不夠 而近年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也告訴我 為什麼在漢朝開始 匈奴會大量入侵 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世界環球的氣候 溫度是急升的 平均升了兩度 那麼升兩度會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我們現代人升兩度 我們沒有特別 我們有暖氣、有冷氣 我們沒有特別 古代人升兩度大劑 為什麼呢 因為在兇奴草原裡面 如果升兩度的草 就會生長慢了很多 導致那些畜生 那些畜生 就不能夠有足夠的草坯給它吃東西 簡單來說 就是經濟環境是轉差的 所以他們在這個時期就要扣邊 就要搶中國農業的東西 這個是用現代環球地理的研究 可以補充中國歷史 我們一直以來不明白 這個就叫做小兵河時期 小兵河時期 歷史上第一次就是這個時期 所以不單是漢朝出現 同一時期在歐洲都有蠻族興起 所以日耳曼蠻族都是這個時期左右興起 而這個小兵河時期 去到什麼時候是最嚴重呢 就是去到三國時期 所以三國時期以後 就出現了五胡亂話 而西方就出現了羅馬的陷落 這個阿提拉的空人 就攻入到羅馬 在這個小兵河時期去到三國就是最嚴重 而小兵河時期開始就是文帝時期左右 用現代的歷史地理學 是完全解釋了中西歷史的分歧 所以這個素侵不邊是第一次 因為在白馬之盟之後 有和親政策 但是和親政策就不穩陣的 間中他扣一邊 你又咬他不吃的 然後屯樹者多 屯是什麼意思呢 就派一些士兵去北邊 就防守 而你防守的時期 你就要屯兵 屯兵就要在這裡加上田 而你運些糧上去 就要很大的成本 所以後來曹操就發明了屯田制 直接在當地耕田 但是當時就沒有這麼先進 所以當時就要用大量的運糧上去 運糧上去就很嚴重了 你擺二十萬的邊境 擺在軍隊那裡 你想想二十萬人要吃多少糧 邊這個字是讀什麼呢 是讀了肅字 這個肅是叫糧食 中國人不是怎樣吃米的 去到宋代沾城道傳入才吃米 因為中國人古代是吃肅為主 之前我已經說過了 邊肅不足以吸食當食者 是不足以提供那些軍隊去食用 那怎麼辦呢 他就搞了這件事 於是這個其實是講景帝的時期 這一段其實是講景帝的時期 上面先補充一些時序性的東西 剛才都講到不是很仔細 那是什麼時候復前的呢 什麼時候復除駐前的呢 其實是文帝五年的 文帝五年 這裏我剛才還沒講到 而下面這裏就是講景帝 景帝是什麼時候呢 是三年 這裏 所以讀史記就是一個問題 讀史記的問題就是他不會寫廉伐的 那要怎樣解決呢 你就要看回其他傳記和他有一個表 看回這個大事年表 你才能夠 漢卿以來 將上明神年表 你才能夠找回那些時序性 所以這裏是講三年的 然後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對歷史上一個極大影響的政策 就叫做邊縮政策 這個邊縮是什麼意思呢 就叫做 募民能輸及鑽縮於邊者敗爵 簡單來說就是什麼意思 你捐錢 就不是錢 捐糧食 它就可以給你鑽衛 這個真是發達 捐鑽衛 什麼意思呢 這個記住 它跟賣官是不同的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賣官的 而這個就不是賣官 這個是賣雀 那雀和官有什麼分別呢 官就是用來造事的 官 比如說你擔任實務叫做官 在雙央變法之後 它就定了有二十級著衛 人民 就是所有是可以有二十級的著衛 而每逢皇帝 皇帝大婚 太后大壽 它就會全民賜著一級 全民賜著一級 就是簡單來說你和我都是爵士來的 但是它就不會去到很高的 如果人民賜著的話 一般來說去到第五級 第五級就叫做大夫 那就行了 那麼賜著用來做什麼呢 原來著衛是用來減型的 所以人人都要賣著的 其實是 所以怎樣呢 它想了一個方法出來 就是提供著衛 全部有價有成的 有市有價的 那價是怎樣呢 這個是好笑的 我要報一報價給大家看 它有幾個級的 有二十級著衛 我先說幾個級 第五級就叫 第二級 就是最低級 就不說 第二級開始 就是六八石 這個不讀過石字之前我講過 讀過淡字 六八淡 六八淡米 最高級去到 第二十級裡面的第十九級 第十八級 第十九級就是關內猴 猴就不賣了 猴應該很厲害 最高級就叫撤猴 第十八級就叫大樹掌 大樹掌你猜多少錢呢 大樹掌原來就是一萬二千石 就是一萬二千淡 這個數字大家是沒有想像空間的 因為不知道是多少錢 我再舉個平均數給大家看 在漢代一個 因為他們是十一而歲 或者十五而歲 十五而歲一 在漢代一個五口之家的家庭 平均每一年 是找一百五十淡的收入 那你就算了 六八淡 即是等於一個商 等於五口之家 多少年收入 四年的總收入 你不吃不用 不交稅 都要四年才可以買到一個最低級的著位 如果最高級就是要大地主才可以 這個就發達了 因為大地主很容易犯法 剛剛我講過了 騎馬又不行 坐橋也不行 所以富者不貴也 你要又富又貴 所以你就要賣縮入著 賣縮入著的意思就是 你是當時政府為了解決邊境的糧食不足問題 提出了著位給人民買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影響 民警之治為什麼不斷減稅呢 不單止是因為傳統歷史書告訴我們 那個解釋是不夠力的 傳統歷史書告訴我們 是因為經濟環境轉好 這個是其一 其二是因為這個政策的提出 令到政府有大量的收入 這個額外性收入增加了 而導致它的經常性收入是可以減低的 這個是其一 其二還有一個 中史書是沒有告訴你 因為漢代的稅是分兩種的 一種就叫付稅 就是填付 一種就叫口稅 就是人口稅 因為人口大量增加 人口稅是累退稅 即是無論你多有錢 你出生都要給一個定額稅 你生得越多就給得越多 其實是累退稅 人口稅大幅增加 所以同時間這個賣縮入著政策 亦都大量增加政府的收入 所以令到填富就減少 所以這一個就是歷史書的人 是沒有了解的 利用一些政策來增加政府的非經常性收入 但問題就是嚴重了 當非經常性收入太依賴的時候 當政府去到某一個位置 開支要增加的時候 就會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去到漢武帝的時期 這個問題就很嚴重 以及你積極不干預 而且容許特權的階級出現 無意是養活了整個民警之治 但是又會導致一個問題 又富又貴 那就會官商勾結 這班人又富又貴 他們就會利用特權階級的地位 不斷地收購兼聘土地 所以去到漢武帝的時期 就有一句很出名的說法 就叫貧者無納追之地 富者天年千物 民警之治的社會恢復得很快 特權階級就出現 去到漢武帝 這些特權階級 導致嚴重的貧富懸殊 亦都壓迫了社會 好 今集講到這裡